話說到今時今日,原來還有很多人是不知道自己的上星星座,也不懂得怎樣去找回它出來。 那除了上星星座,有時我們會經常講起什麼月亮星座,金星火星水星星座, 原來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們自己本命星盆裏面的這些資料,也不懂得怎樣去找出來。 那今天就會一次過去教大家的。 尤其是上星星座,在我們減星學裏面,它是佔有一個非常之重要的位置。 因為平時我們一般人說的星座,例如你是白人座的,我是射手座的, 這些是我們一般理解的是太陽星座,即是根據你的birth date 去定的星座。 例如什麼呢?如果有人是6月10日出生的,那他是什麼星座? 摩蝦座,又叫山陽座。這些根據出生月日去定的星座,是叫太陽星座。 但有時可能大家都會聽說過什麼上星啊,月亮啊,那些木星星座啊,水星星座啊。 那這些東西全部是怎樣找的呢?我現在就會一次過教大家。 那還有,坦白說,我平時每個農曆蝦座初一生月出的塔尖亂藍星座的運輯, 其實是同時based on 上星兼太陽星座的。 即是如果你知道你這兩個星座,你就應該兩個星座的運輯都聽,ok? 那所以,你想一下,如果你只是知道自己的太陽,而不知道上星, 你會失去多少寶貴的資訊呢? 是不是? 那還有,不單是塔尖亂藍星座的運輯, 說真的,就算是我每年每月出的十二星座開運秘笈, 又或者我經常說很多星座的東西, 其實是上星和太陽都是涵括在來的。 那大家可以打黃金星盤, 對啦,黃金星盤這四個字。 然後見到上面第一條link, 見不見到嗎? m.click108.com.tw 這個是我推薦給大家的網站,ok? 那為什麼呢? 因為它那個interface是非常之方便, 它那個版面是很清晰、很簡潔,ok? 那是方便大家可以一擊即中, 找到自己所要的資料。 還有呢,它沒有一些廣告去遮蓋一些很重要的資訊。 總之,大家相信我啦! click第一個,黃金星盤這裏。 ok? 然後,唉,隨便打啦,打什麼? ok,好啦。 那大家去,要入一些準確的那些什麼年月日那些東西啦,ok? 好啦,十月一號就ok,天平座的。 好,唉,還有記住呢,時分是真的要入準確的。 因為在西人占星學呢,時分是很重要的。 我們是不可以用中式時辰的。 是的,你真的要給到這些準確的資料我,ok? 即不是給我,是給你自己呀。 ok? 那,如果你說,唉呀,我常常不知道自己是幾多點出生呀,那些東西啦。 你想找出來,那可以是找我,塔支亂南呢, 做ServiceDoc,那個逆推時盤。 是的,我們叫Retification,這個Service的。 嗯,ok? 那,還有,最重要是要入回你出生的地方啦,ok? 是的,即是香港就香港,澳門就澳門,重慶就重慶這樣,ok? 這些東西不可以撈亂的。 地方都是很重要的。 那,然後就按進去啦。 嗯,嗯,然後你就滾滾滾。 那,不用理這個藍,藍色的圓圈的。 滾滾滾到最下。 看不見到很漂亮呀? 是不是很漂亮呀,這裏? 例如這個人的,這個人是甚麼? 他的太陽星座,天平座。 ok? 月亮金牛座,水星天平座,等等等等等等。 一路去到最下面。 上星木羊座。 呃,香港人又會叫白羊座的。 那,這裏就真是一目了然呀。 是不是很簡單呀,這個方法? 那,還有這個版面是不是很清晰呀? 很舒服呀? ok? 那,不過呢,我又提一提大家的東西。 如果,嗯,大家的這個上星星座。 ok? 那,看過去啦。 他現在不是寫著28度的嗎? 那個角度。 是嗎? 那,單凡,角下的上星星座。 呃,在二十度,或者打喉啦。 即是,如果你見到是二十度,一路去到二十九啦。 因爲二十九就準的。 是的,因爲我們是三十度準的。 在,呃,星座的計那些角度來説。 ok? 就是,但凡上星星座,你看到這個角度是寫著二十至二十九啦。 其實我也都勸你呢,有時去聽我的星座運勢呢,你聽完這個星座的下一個星座。 嗯,就是因爲現在是蒙羊座,又叫八羊座嘛。 是嗎? 它是在二十八度。 那,所以其實有時,上星星座呢,你都可以理上八羊的下一個星座。 which is 哪一個呢? 金牛座。 嗯,明白嗎? ok? 那,所以,那,例如,呃,我當,如果真是有一個這樣的人,哈, 他那個盤是有些這樣的資訊呢。 那,呃,其實在他的命裏呢,他就會受到很多的因素影響。 如果我只是說太陽,他就會有太陽天平的影響。 ok? 然後有上星八羊座的影響。 但是同時,因爲他這個上星星座,是在二十至二十九度之內。 原來他的命呢,也都會受到八羊座下一個星座,即是金牛座的影響。 即是,以後他每逢聽我講的那些什麼星座運勢呀,開運秘笈呀。 他都應該是聽了三樣東西的。 分別有八羊、天平和金牛。 OK? 那,而這三樣東西再說一次。 八羊就是他現在理論上的那個上星啦。 那,然後天平就是他的太陽星座啦。 那,最後那個金牛是什麽事呢? 就是說,實際上,原來他的上星呢,都會有一些金牛的元素在那裡。 因為他理論上的那個上星是在二十至二十九度之內。 OK?是不是很清楚呀? 那,希望這些資訊是幫到大家了以後。